第四场,四班跑1200,不是当然的,1650才是,这次跑泥地赛了,最近一次泥地就有10万,慢到5点几指数,那天3月10日就不要理他了,预计这次都会正常吧,不过好似天文头说,星期六日会翻风落雨,希望场地就没什么影响, 如果回答正常泥地,3月2日,那天泥地由9.83,指数转到9.67开跑,有放有追,前战马,也都好像劲快步可以赢马,另外执盗笑,名血声哔的后上,另外华显飞鸩放在前面倒,转得劲都放在前面倒,所以暂时看,泥地也属于正常的 好了,说回这一场赛事,首转方面,我选上一次大月倒做的露露子星,看上一场他怎么跑先啦 跑马也有很多数字要记下,也要记下这些赛绩那些啦,有时都发觉自己有点老人千万不太记得 不过呢,这一场的464呢,近期都有说在口上边的啦,加因呢,上一次呢,就是去度这一场马的时候呢,在拍片的时候都说,这一场马如果拆开呢,应该都几多马可以呢,是拿到win的啦 外面的电子群星正正冲赢啦,另外呢,那些几里红星,刚刚又轻松赢了千四 还有前面的猴精大哥,诈极落五班都欺负到对手啦,赢了 好了,这一场是露露之星呢,这一场呢,有什么顶绑啦 没有上一次赢马呢,那么轻松啦,那么这次呢,多马压着他来跑啦 而这一场呢,虽然我补充不是那么慢,但是前占的Founder都... 呃,即是没有了,那么这一场呢,一三三磅直路呢,在法力位那里被人阻挤得挺紧要之后呢 再翻试而追呢,就比较难点啦,还要第一次遇到那么多的考验啦 但是回到来,其实他不是很断的,他慢慢呢,在内梁里面呢,捐回上来 那么外面那些轻磅马呢,是一路被盖插上来啦 就是那些怡春的东西呢,等着他出的都... 其实试集都很美,不知为什么最近那一场都会退出啦,不要理他啦 那说回这只露露之星帕王,第五呢,我觉得算是不错 被马压完之后呢,回到来,那... 就是...呃,还有一些翻试之力啦 那么这次转过来的,呃,马房表啦,那... 好,现在看一看啦 嘛,劫初的马房,喂,头四场我都选了啦 那后面呢,霸盛跑一千啦,中华之光跑泥地啦 竞技勇士上一场就追得好 有时,就是放了手马在那裡,那... 那希望他真的动啦,不要说...呃... 骗人的啦,而这只马呢,最近... 不是最近啦,就是1月那货泥集呢,我就觉得是不差的 那这一货集呢,他沿途就守在boxit啦 没有任何的配备的喔 那当然,没有这么打困了的喔 那但是他一路吃着沙,他拉肆呢,是松上来的 而旁边那些飞霸龙,啊,有形起啊 不是说这么...质身的这些马來的 那都是有正常的速度啊,正常的能力的 相對上升聰明,他最近的市集都會贏,但他的濕眼泥地兼對手好像比較亂,沒那麼實力指標 所以這隻露露之星,如果兩隻來計算,我會先排回露露之星 而且那些11磅大馬,如果比他三檔走順,可能在泥地上更厲害也未定 次選4號碼快利,上一次就是小優元復出,報完泥地,退出過,再報,不過10萬泥地,不要當計算 用回同情的時間,始終上季是三班夜泥 如果你再挑剔,那次是晚上來的,是不是晚上好一點,沒得挑剔那麼多 好了,跑完也要試試看,不看了,始終是鑽咚鑽一下,跟著那隻幻影飛鷹衝得好 前面那隻是上千炮子頭,當這兩隻真的超過龍 用回盈利障碼幻影飛鷹來計算,我覺得絕對在這組裡夠跑 似乎高發生,如果不跑一次這個正常泥地,我不深色,看下禮言能不能做到事情 如果前面真的扯得快的話,希望可以掩蓋 正常泥,即使用回到三月二日的泥地,有得追下的話 那些快利可能也有機會搏一搏 第三,七號碼星,泥集不看了,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他最近三月十五號那一貨的泥集 看看這裏吧,按一下箭咀 就是這個泥集有10萬至晚地的 所以這些泥集放在前面走一定很好處 再之前那一貨泥集,就是同一些喝彩 昨天都跑到絕賽,可能真的要放棄了 可能那些試襲對手不是那麼硬 不過十二檔有一套好,尤其是悲慢一出閘 就在外面殺過來,吃momentum壓過來 看看他和龍路之星哪一隻呢,泥地比較堅實 第四選,十一號碼神周威龍 現在為何出席只有一場呢?他不止的,出了很多場 就是選了同情 同情不是同情他,就是跑這個路程裡面 上一次跑了濕泥地 都慢慢是他大落馬來的 但是他絕絕腳之下呢 他都追,當然沒有銀子追得那麼好 那隻呢,泥地可能都很傻 這次呢,雷神呢 跟他跑回 試過泥地集 正常泥地之下呢 正常泥地集之下呢 他都是試過放在前面走的 這隻 神周威龍佩8檔呢 我覺得也是好的 起碼呢 被馬壓住,可能他沒有走得那麼舒服 因為他大落,1200磅這隻 更大隻,身體很長 那麼,早上跳呢 六腳都很輕巧 狀態都已經到位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都可以繼續進步 似乎其他馬 海飛1號啊,幸運健康啊 開心計劃那些呢 都會暫時看低一點 所以呢,第四選呢 選擇一號馬的 在第四選呢 選擇一號馬的 盧牢之星 4號快利 7號星 和11號的神周威龍 1號